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岁主爵选出的一周之主 在历代令隐之中有少数人直接为岁主的共鸣者 而上一任令隐卸任后绝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选出下任令隐 今天这回书还得从那场弯刀之意说起 北落之中平沙无银 剑海遍野 天尘如蜜 金州虽有收复之意却始终久攻不下 那可增的无相贤主能够吸收兵器的频率增强自身力量 拥有将王者残响转化为残相的可固能力 打破这一将局的正是夜归的前任将军戈书林 双月同天 大灾将险 割书将军剑指血月 施展鬼神 说那割书将军渐燃黑焰 将一切残响焚烧殆尽 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 眼看胜利再望 北落也却在此时下起了一场逆流的大雨 天雨轻浮 白鬼夜空 人间作炼狱 赤沙埋中骨 割书将军留下最后的军令 赫命所有士兵死守不退 自己则不惜以烈火焚躯 与无相贤主生死相绝 至心下落未卜 就在所有士兵陷入绝望之际 一生龙吟划破了寂静 一位少年接过了黄龙的旗帜 带领夜归杀出了重围 撤离战场 经此一役 那名隐风化龙的少年 声名鹊旗 屡历斩功 被决 宣定为新一任的镇术将军 至于割书将军 则因那道至始夜归死伤惨重的军令 成为了黄龙历史上 庆竹难输的罪人 尽管紫义令金州元气大伤 但折服已久的岁主也终于在随后的行动中 选定了令尹的人选 人们都相信 在随主与令尹的引导下 金州定能逆转局势 走向一个崭新的明天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 可能 岁主有他自己的选人标准吧 又或许 神和人的区别正是在于这种不可知性呢 他们的标准总是常人难以捉摸的 是啊 所以就算决某天选中了本姑娘做令尹 我也不会觉得意外 漂泊者 我明白你的意思 在豆蔻之年 被毫无预兆地选为令尹 很难想象 金西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我记得 金西刚刚就任的那段时间里 坊间有很多针对金西的质疑之声 很多人都认为 那时的金西资历尚浅 即使有实际 也并不能完全服众 人们愿意尊重金西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相信绝 但是绝选人还是很有眼光的 金州历史上的令尹们各个本领高强 谋略了得 金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金州治理得井井有条 已经完全证明了自己来 换作是我 估计光是处理那些文书工作 脑袋就要超频了吧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对 假以时日 必成大剑 漂泊者 你会好奇这些 是金西给你留下什么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了吗 现在已经在九十千里了 不是两个贫图的 尹尔市民族的证明 编尔市民族的掌管 能够访解说 写仇和其他人 要不LY 但一点都殆调 要不认我 好奇 你会好奇这些 是惊喜给你留下什么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了吗 竟然出动了不止一位会见 看来残星会的阴谋 人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庞大 残星会虽然掌握着很多与你有关的情报 但他们的手段和理念都太过激进危险 当下我们在明 敌人在暗 就这样贸然寻找 无意于自投罗王 漂泊者 你会好奇这些是惊喜给你留下什么关于自己身份的线索了吗 黑海岸 没听说过呢 在黄龙的地理图志上也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地方 这朵黑花 如果只是一张照片的话 我也没办法用能力感知它的归属 残星会的底牌不明 北落野又太过凶险 那黑海岸就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线索了 可是仅凭一张照片找人的话 又像是在大海捞针 如果要从这朵黑花入手 不如我们去找林奶奶问问吧 林奶奶在商业街经营一家盆景店 她对各类花会颇有见地 见多识广 一定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突然被这么夸还是挺不好意思的 林奶奶也很喜欢听说 刚才听说的时候 我好像还看见过她 我们就在附近找找吧 继续接着说叔还有一段时间 小友若是等得无聊 不妨先来几本书看看 小友原来是好奇这弯刀之意 都说这说书难免带点主观色彩 得为了故事的跌宕起伏服务 唯独这弯刀之意 咱是不敢枉架平价 只能主打一个还原历史 原汁原味 但仅是复原这段历史 就足以让人觉得气势磅礴 惊心动魄了 那歌书将军 真就是那十恶不赦的罪人 纪言将军又真岂是那般完美无缺 侮辱其来的天语 觉得所为和行动的时机 其中深意 全待后世人自行评说了 哎呀 是赤霞和泱泱呀 你们怎么也来听书了 嘿嘿 连奶奶 今天我们是陪一位朋友来听书的 当当 能够手撕残下 探考伤害 脚踢辽召之旗 全打非联之星的 大名鼎鼎的漂泊者 是赤霞 这孩子从小就这样 你别见怪啊 嘿嘿 连奶奶 您见多识广 我们有个东西想请您看看 那就是这朵黑花了 嗯 如果是荆州这边生长的植物 我都会有印象 这可不像是荆州这边的花朵 即使是在荆州的植物质里 我也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贫州 啊 如果连您都不知道的话 荆州还有谁能知道呢 哎 赤霞 别抬举我了 荆州可是有一位 通小植物的植物系共鸣者呢 您说的 是那位远道而来的姑娘吧 经常能看到她在您的店里 做帮工呢 是啊 那孩子手脚勤快 又熟知各类植物的习性 帮了我不少忙呢 小小的 白白的 嫩嫩的 笑起来也很可爱 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像一束星星花一样 有时我喊她 小星星花来吃饭了 她都会答应 多可爱呀 她现在应该是在后山那边做生态调研吧 之前我随口急了一下 想在后山开垦一片花田 这孩子马不停蹄地就去帮我实地考察了 从广场那边出去就能看到一片瀑布 从这里穿过去就可以到后山了 我们知道了 谢谢你 林奶奶 不用谢 没事 记得常来我的盆景店玩啊 这里是通往后山的捷径 从瀑布后面穿过去 就能到达荆州城的后山 平庭山了 这朵小花 像是在为我们指引方向呢 我们跟上去吧 由鲜花构成的桥梁 好神奇 请问 请问是迷路了吗 不好意思 差点忘记了 我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的 这是黄龙这边的礼节 那个九阳大名 在下维里奈 今日得见几位 幸好幸好 是这么说的吧 不好意思 我之前一直在新联邦生活 对黄龙这边的礼节 了解的不是很多 你好维里奈 我是赤霞 她是泱泱 还有这位是漂泊者 我们是林奶奶介绍过来的 我听林奶奶提到过你们 这朵小花 就是我留下给林奶奶指引路线的 嗯 九一现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的 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寻找一种特殊的花朵 这种花灰的确很奇特 自然界中很少会存在纯黑色的花朵 啊 但也不能排除人工染色的可能 我想想 与这朵花的形态结构相似的花卉 应该有这几种 首先是鸢尾花 她的花瓣虽然和这朵黑花一样 也是近椭圆形 但却是一种腹瓣类花朵 地钉紧的花瓣尖端上 有着明显的花缺 也可以排除掉 而和芽仙子相比 这朵黑花的花蕊明显长了一截 她的花瓣也比芽仙子多出一半 还有一种近似的植物是香凝草 这种植物原产于新联邦 所以黄龙本地人可能不太了解 她的花蕊长度倒是符合 但她的花絮总状却是圆锥状的 花花也像个小喇叭一样 对了 还有金阳凤 她也是一种五半丹半类花朵 花蕊的长度也很符合 也不对 金阳凤有着明显的花梗 这朵黑花明显没有这种结构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道 真是长了不少知识呢 总而言之 这朵黑花的现状非常奇特 在自然界中几乎找不到相似的植物 我姑且判断 它可能是一种人工培育的新品种 而且它的花脈竟然是十字形 仔细观察的话 还能看到一些细小的频率波动痕迹 这是回音能量外溢的表现 那么答案就只有一个了 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回音植物 它的形成可能与共鸣力有关 但至于它会在何种土之下形成 又是与哪种共鸣能力有关 你太或是创生 我也无法根据一张照片轻易判定 我们的线索似乎又中断了 既不知道是什么花 也没见到有人把这种花带在身上 话又说回来 难道我把这种花带在身上 就能被当作那个组织的成员了不成 志霞 你能再说一遍吗 我刚刚说错什么了吗 我说 难道我把这朵黑花带在身上 就会被认作是他们的成员 什么的 假设这朵黑花是黑海岸成员的信物 那么他们一定会注意到这朵黑花 而对于普通人而言 它只是一朵性状比较奇特的花朵而已 再进一步假设 如果黑海岸的成员就在荆州城里 那我们或许只需要戴上这朵黑花 就能够引蛇出洞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 可是要怎么才能做出一朵黑花呢 那那个 如果只是纺织一个外形的话 我的共鸣力或许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们 加油 维里奈 也可以的 真的假的 这也太神奇了 简直和照片战的黑花一模一样 能帮上大家就好 好厉害 还能再编一个出来吗 我还想看 飘泊者 你注意到了吗 从刚才开始 周围就一直散落着一些黑色的花瓣 它们并不属于为了 或许可 联络 可惡,那女人竟敢妨礙我们的计划 现在又来一个爱事 是我们先打倒他们了 速战速决 河光陈颖 奇怪的剩下还在,应该是冲我来的 实际上,那和我一样的计划 我们又好,我都要能打破 出现了 冲刑 刀 刀 刀 好 就在这里 先隐蔽起来吧 去哪里了吗 是在找我吗 找到你了 你真是充满惊喜 这是什么被捉住就要乖乖回答问题的游戏吗 你生气了吗 激怒你似乎会让我不由自主的兴奋起来 你是第一个让我产生这样兴趣的人 你很有潜力 好吗 我会收敛一些的 毕竟你是黑海岸交给我的任务目标 是啊 我是黑海岸的植花 这朵黑花就是植花的标志 也象征着植花救世的职责于使命 黑海岸的规矩就是这样了 黑海岸的目的 是什么来着 尽可能招募更多的闲能 拯救危在旦夕的世界 怎么样 你有兴趣吗 我对这个确实没什么兴趣了 如果世界明天就爆炸 那为何不趁着今日尽心 无拘无束的追求强大 肆意的追踪猎杀猎物 深从欲望 找点乐子 虽然我是很想这么做了 但人家也有不得不背负的使命呀 花园中孕育着无数青色的果实 你将会是这座花园中最为特殊的种子 而我的使命就是保护培育这样的种子 让其蓬勃生长 这样带到果实成熟 才能够亲自采鲜 品尝到果实的甜美 我喜欢你冷漠的语气 这样让我又想要激怒你了 好了好了 我不会乱来的 总之 你不用担心我对你做些什么 嗯 出阁的事 相反 这段时间我可是有好好保护你 替你清除各种暗中的障碍哦 可别把我跟残仙慧相提并论 我并不在乎他们的立场 但如果他们妄图把手伸到你身上 你可是我看中的人 只是用了点小伎俩 就把他们的人绊得团团转 嘿 真没劲 哎呀 难道你没发现 你和那个龙女的深夜会面能顺利进行 是我帮忙拖出了残仙慧的家伙哦 嘿嘿 回答了你这么多 该轮到我了吧 我并没有什么想知道的 只是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不 没什么 我会继续关注着你哦 你是与众不同的种子 我很切信这一点 你身上 有一种熟悉的气息 我是陈 下次别那么快再被我抓住了 跑得真快 走 飘泊者 发生什么事了吗 怎么这么久才接起来 是敌是友 你有受伤吗 是黑海岸的人 有得到什么情报吗 你没受伤就好 我没有说 赤霞 发现了一位鬼鬼祟祟的可疑人士 现在正在暗中定上 现在正在暗中定上 可惜我没打听到什么有用的情报 至于赤霞 他倒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位可疑人士 就是他了 飘宝者 你来得正好 这家伙一直在商业街里探头探脑 没事就往老人小孩那里打听 我见他可疑 一直在观察他 之前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女孩 看起来年龄不大 一直在东张西望 但现在去不见了 实在是太可疑了 我是金循会赤霞 这位先生请你配合 出示一下你的职业许可 职业许可 在下秋水是一名情报商人 漂游四海海游解难 无证经营 听你这么说了 你们也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咯 经营场所 情报商人需要什么经营场所 现在请你再出示一下组织机构认证 小店成性经营 明码标价 报酬给够 万事可谈 本店已经连续多年 获得大陆最佳情报商人证书 没有明确规范的业务内容 那就是非法经营 那你们组织的相关负责人是谁 他的身份认证哪总该有吧 负责人 我们的负责人来头可大了 他是与我们这颗星球一同诞生的存在 是星球意志的化身 世间万物的回音 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相关的组织负责人 不是 我都把我们老大的老底给透了 你们怎么就是不信呢 我信我信 情况我已经完全了解了 那就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长官 我真的没干坏事啊 我是在找人呢 就是 一个长成这样这样的小姑娘 那种待在人群里最显眼的 这谁能看出来啊 哎呀 就是先前你看见过的那个 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哎 你是怎么知道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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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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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点 这个走路好危险的 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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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对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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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 昊 呢 那我对你来 啊 哎呀 啊 哎 安可认识 虽然他无政经营 喜欢当中间商赚差价 擅长窃听商业机密 又爱捉弄小孩 但是秋水叔叔不是坏人 安可 我上次怎么教你的 都说了在外面不要恨我叔叔 我没那么懒哦 威琳娜 你们是怎么遇见的 我从后山准备回来的时候 在悬崖边上碰到了他 当时他正在生吃一株毒蘑菇 还好我及时给他熬了药汤 不然后果不开设想 不用担心安可 这种蘑菇安可已经吃过很多了 可是小安可 你怎么一个人 跑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了 小安可别怕 有什么说什么 因为安可要定烧这位大姐姐啊 小孩子平时奇怪的东西看多了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 喂 秋水 不是你让安可这么做的吗 他们的眼神 怎么看起来不太对劲啊 安可 这种话可不能随随便便就说出去 哎 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了这一地步 那我只好告诉你们了 我们来到这里的确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 安可 喂 秋水 等等安可呀 再见 再见了 宁磊 我们还要忙着拯救世界呢 站住 谁不能让他跑浪 我去居民区的方向看看 好生气 这是他挑衅了吗 猫猫 我往行李卫的方向去追 这条路我最熟悉了 别忘了 等你了 巫人位置的间距变短了 有了 在巷子镜头那边 终于来了 这哪能算得上逃跑呢 我们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是你啊 大姐姐 别跑了 安可和秋水叔叔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好了 安可 你看你把客人都吓成什么样子了 明明是秋水让安可这么做的 安可平时才不这样呢 别怕 漂泊者 我们只是有些问题想要问问你 就是你出的主意 这样那两位姑娘戴上假黑花 想以此来引起黑暗成员的关注吧 不得不说 那朵黑花倒是足够以假乱真 若非懂行的人 还真看不出来它和真凭的差别 植物系共鸣者 有点意思 植物系共鸣者 知道 王 王 王 我们好像也认识一位欸 也是 的确没必要大惊小怪 那么说说吧 你为什么要找黑暗 哦 是吗 那看来我的情报果然没有出错 黄龙有句古话 叫做愿者上钩 你的手段还是成功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想要找的人 看似远在天边 实则近在眼前 如何 这个情报够分了吧 别露出这么失望的表情嘛 人生在世 还是得学会给自己营造点惊喜感 我知道 关于黑海案 你一定有很多想问的事 不过你先别急 我呢 如你先前所见 是一位情报商人 再怎么说 我也是个生意人 不是什么慈善家 情报这种事 还是得讲求一个公平交换 无疑或者是有个生意人 你现在想疑惊得不好 你之前还 tie 你买得得比较好 那些零件事 没想到 很少 可是全大陆有目共睹 不然我们也不会有资格 成为黑海岸的客亲 念在你是我们新客户的份上 就额外赠送你一份见面礼吧 你应该已经知道这朵黑花 对于黑海岸来说代表着什么 这份诚意应该足够了吧 而我们的身份是真是假 只需将这朵黑花交给那位通晓植物的女士 一看便知 实在不行 安可 快 给她办个可爱点的表情 大姐姐 你看看 安可都这样求你了 你也不忍心让她伤心吧 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我们会在月鸟泽姓标的附近等你 记得自己一个人来哦 所以这朵黑花 完全看不出来啊 你这边怎么样 啊 他们 完全看不出来啊 果然 这朵黑花和我之前的判断是一致的 它确确实实是一种回音植物 而且这朵黑花上蕴藏的回音能量十分独特 含量也不是一般的回音植物能够比拟的 难道他们真的是黑海岸的人 我还以为这帮人能有多神秘呢 别的不说 跑跑的手段倒是挺高超的 刚刚他们和你说了什么 寄庭遗址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已经荒废多年的科研机构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还由于月鸟泽的异常气象 已经很久没有人踏足过那里了 杨阳 你别太担心啊 漂泊者的实力我们都见识过了 好吧 漂泊者 我会联系研究院 将你的数据从周术信标传输过去 帮你解锁月鸟泽附近的信标 最近城外无音区移动平凡 你一个人赴约的话 路上小心 有需要的话随时告诉我们 我们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的 是 用 我已经发到你的数据终端上了 既然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合作伙伴了 行动开始前 我还是有必要和你共享一下情报 季庭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科研组织 虽然季庭人是以机关术为主修 但实际上 真正让他们出名的 还是他们那些奇奇怪怪的实验 雁鸟泽中 为何会发出五彩斑斓的黑色光芒 湖中的诡异圆圈 究竟是否是神秘水怪所为 月黑风高之夜 年轻的研究员亦飞冲天 自此要无音讯 遮云蔽雾之间 始作俑者竟命有其人 现在不是睡觉的时间啊 旧水怎么开始讲起睡前故事了 不好意思 风格一下子没变过来 但是重头戏还在后面 就在某天 季庭的成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 那位季庭的神秘教授对外留下的最后信息这样说道 想要我的实验成果吗 想要的话就去季庭遗址吧 去寻找吧 我把我当图所有的财富都放在了那里 怎么样 漂泊者 难道你对这些传闻不感到好奇吗 我就知道 漂泊者肯定和我一样 是一位同道中人 不过 我们此行确实是有重要任务在身 想必那位另影 已经和你讲过了黑海岸的职能 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布设了监测悲鸣的数据信标 也正是通过这一手段来实现对悲鸣的数据收集与预测 黄龙有句古话说得好 差之好理 谬一千里 每一个数据信标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样本 寄庭人失踪之后 我们曾经布置在寄庭的数据信标 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不久之前 我们发现黑海岸的悲鸣监测系统出现了异常 怀疑至于之前布置在寄庭的数据信标 遭到了损坏有关 所以黑海岸就派出了我们 让我们来寄庭实际调查一下 这次我们的任务是以回收数据信标为主 但说不定 还能在寄庭里讨到一些稀奇的宝贝呢 小水 你心里的小算盘打的安可都能听到了 这叫顺水推舟 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走了走了 走了 嗯 难道是我的残像探测器坏掉了 这么多残像 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安可觉得 这些残像像是突然之间一下子冒出来的 真是奇怪 先把他们打倒再说吧 保持冷静 哼 晒走太阳吧 暴光之际 目标已确认 随鸣 刀牙尽闲 暴光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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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说的差点 别人 就是这了 唉 这帮人总是爱搞这种稀奇古怪的谜题 难怪这么多年 都没人能进入寄庭 这安保系统还真是严格呀 秋水 周明明是你之前不小心触发了安保装置 才让大门重新关上了吧 总之 我们得先想办法把这扇门打开了 殷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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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让人好奇啊 他们想要复现的 会是什么呢 不知建筑内的电力系统 还能不能运转 我们分头找找吧 好耶 杨蜜儿出击 ap 互相 反 OK 是 一大声 一大声 哈 哈 那位财心惠会尖出手还真是阔绰呀 如果没有他的资金支持 这座实验室 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建起来 虽然他总是爱对我们的实验指手画脚 但没办法 谁让他是我们的资助人呢 实验室的选址虽然也偏僻了点儿了 但是只要能够供我们继续开展实验 对我们而言就足够了 是啊 不然我们这些疯子还能去哪儿呢 总不把我们像丧家之犬一样撵了出来 他们根本不会明白 就像海森教授演讲时说过的那样 我们所做的试验是能够改变人类未来的伟大试验 这次我们一定会让我们曾经目睹过的神迹 再次复现在人类眼前 实验的进展明明很顺利 但为什么一直没法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人工宋回宇已经成功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我们手头已知的种种证据都表明 这一文明的确曾来到过月鸟则 利用素贵宇的复现特性 利用素贵宇的复现特性 将过往的神迹复现出来 难道我们的思路出错了吗 已经没有时间了 人工可控无音区应该已经搭建完成了 我们必须要开启第二计划了 根据了 好 山羊 开启 用心开启 收拾 A038号实验体的情况怎么样 大部分时间仍处于静止状态 但它的行为表现和我们之前的预期出现了一些差异 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研究 说到底它也只是一个仿制品吧 距离神秘们的文明形态还差得远呢 对了 最近研究室的东西经常会无缘无故地消失 你有什么头绪吗 你也发现了吗 而且最近一旦到了深夜 实验室里总会出现一些诡异的声响 我怀疑和A038号实验体有关系 最近它的频率总是表现出饥饿的特征 但它一直处在我们的严格管控之下 总不能是它吧 我会再去调看一下观测记录 再给它增加一点投资量吧 别把这个大卫王给遏着了 毕竟 现在它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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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ooth 好 悲伤 痱 嗯 啊 啊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召唤 召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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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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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后 中央电梯应该也可以使用了 数据信标的信号源就在我们下方 我们下去看看 好大的铁皮怪兽 七亭这帮人总是能给我们整出些新花样 数据信标的信号源显示就在他身上 难不成是被他给吞掉了 看起来不像这个好说话的家伙 这场战斗果然还是不打不行了 安可和秋水还是像往常一样分工吗 当然 那么这个家伙 就交给安可了 但是 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们现在的家伙 这家伙的架子 就交给他 好 我们现在的家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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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朵黑花也正是黑海岸散逸的能量的产物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关于黑海岸散逸的能量 怎么样 考虑一下 加入我们吧 关于黑海岸 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你说那位啊 当然认识了 虽然他看起来是疯了一点 但的确也是我们组织的成员 漂泊者 他可是因为你才接受了这次任务呢 没想到你魅力还挺大的 可能他表达情感的方式比较直白 不过安心了 他不会针对你怎么样的 关于黑海岸 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A名监测系统对我们发出的预警中现实 下一个明示复苏的地点就在荆州 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将这一信息传达给荆州 没错 已经有地区因为明示复苏而毁灭了 我们不想看到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关于黑海岸 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我呢 只是黑海岸里一位小小的客亲 对于黑海岸的秘密也只是略知一二 但我相信 我告诉你的这份情报 完全能够抵得起你此行的价值 这并不是你第一次苏醒 而你此前苏醒的地点 正是黑海岸 苏波哲 我们的目的和你们是一致的 我们都是在为了对抗明示与悲鸣而行动 没错 安可可以证明 明示是大坏蛋 安可和秋水是正义的伙伴 正义的伙伴要打倒大坏蛋 当然 我也不奢求你这么快去相信并加入我们 记得我先前给你的黑花吗 它既是我们成员的信物 也是通往黑海岸的密钥 迟早有一天 你会用到它的 总之 这次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了 既回收了数据信标 又得到了关于季庭的大秘密 果然 和你做交易 绝不是一笔亏本买卖 希望我们之后 还有机会能继续合作 差点忘了 我还是得先检查一下数据信标 以免出什么岔子 等等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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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秋水 等等 阿可呀 咱们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雷了 打雷了 打雷要下雨 下雨要打伞 不对不对 汹水浇过 遇到这种大雨 必须要赶快躲起来才行 不 这场雨 是真正的所欲 让我再开 手把蓝眼光庄摆住 然后是 这次赶快乐 为什么 这次赶快乐 手避击特别闹 这次赶快乐 我们是在神秦 第二次赶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